这次呢打算做一个1比43的F1赛车模型 是Tamiyo出品的莲花E20套件 这个套件呢跟以往的作品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它是一个全金属的套件 零件呢基本上都是白铁材质的 白铁套件的好处在于它不会像树枝一样持续的收缩 所以能以玩好的状态保存的更久 但另一个麻烦呢就是它零件的细节和工整度都会比树枝或塑料的套件会要更差一些 我首先选择处理的是前笔翼的部件 真车的前笔翼中间都是空的 所以这里也需要还原 先用0.3毫米的刻刀再要掏空的位置刻出槽来 然后用手钻钻一个小孔 把线锯的锯条从这个小孔伸进去 然后把这一条槽给锯穿 再用笔刀把多余的意料和飞鞭给切掉 白铁是一种很软的金属材料 它的切割硬度其实不会比树枝高多少 所以用普通的刻刀和笔刀就可以去做对应的操作了 接下来用笔刀对锯开的翼片零件进行适当的切割修行 然后用裁成条的砂纸从中间穿过去打磨平整 这样前笔翼中间实心的部分就挖通了 前笔翼两侧的挡板太厚了 左边这一侧是我进行打薄之后的效果 明显要好很多 这里主要是用电膜一点点慢慢把挡板的位置给削薄 然后用砂纸进行进一步细化的打磨处理 中间安装树的翼片的槽我用焊锡进行了填补 树者的翼片打算用薄的铜皮进行重置 因为白铁的溶点也很低 所以用焊锡的时候一不小心也会把白铁零件给溶了 不过问题不大 我又把这里用焊锡给填补了起来 切割打磨平整就当无事发生 前笔翼最上面一层的叶片是独立分件的 这里也用电膜进行打薄 把打薄后的翼片夹足起来看一下效果 现在这个前笔翼的零件看起来就要精悍锐利很多了 前笔翼的缝纫圆零件是比较厚的 所以用薄的铜皮重置 先用遮盖胶带贴在圆零件上复制出缝纫的形状 然后贴到铜皮上才切出对应的形状 这些比较复杂的形状比较难以不到位去裁切出来 所以我是先裁出一个大体轮廓 然后打磨细修它的造型 这里同样是将两片粘在一起磨 保证两边的对称 然后把这一片铜皮弯成对应的弧度 这样子这一片零件就复制完成了 一共有八个零件要复制 这里比较考验耐心 最后把复制好的缝纫夹组到前笔翼上面看看效果 对车体上各部分的刻线进行加深 车身的分膜线还是比较明显的 这里先用笔刀去把凸起的部分切掉 然后用海绵砂纸把分膜线给打磨平整 安装车头前笔翼的连接柱 这里把零件粘好之后 用胶水填补缝隙和落差 然后打磨平整 中间不好触打的位置 可以用镊子夹着小片的砂纸进行打磨 我用金属色的马克笔涂了一层 来进行表面检查 这会比喷涂金属补涂进行表面检查要省力一些 进气道上方有一片竖直的翼片零件 套件里面给的零件总感觉是有点厚了 如果换成一片0.1毫米厚的铜皮就差不多刚刚好 所以这里我先把原零件的槽位给填掉 打磨平整之后用刻刀刻出一条新的细槽 然后把铜皮塞进这条槽里面就大功告成了 这样车体的部分差不多就处理完毕了 难度倒是不大 主要是需要一些耐心来处理白铁零件表面的一些瑕疵 把前悬挂下方的两片扰流板打薄 装到下方的悬臂上然后进行无缝 前轮刹车模块的扰流板也要打薄 这里先把凸起的部分锯下来 然后把扰流板的部分打磨削薄 对比一下可以看到效果非常明显 接着呢把刚才切下来那块凸起粘回去 用胶水进行填缝 然后用砂纸把过度的垂直面搓平整 这里不用特意追求一个非常锐利的转折面 因为侦测的这块凸起也是有一个小弧面进行衔接的 接下来把前轮悬挂和刹车部分都夹足起来 这里我先把上半部分的悬臂和刹车模块给粘死了 这样后续的涂装和组装都会方便一些 用胶水填补缝隙和落差 然后打磨平整 除此之外还有四片石刻片的零件 也一并切下来进行夹足 这样前轮悬挂和刹车模块的部分就夹足完成了 不得不说这样交错在一起撑起来的悬臂还是非常好看的 新天制的一台磁力泡光机帮我做一些金属零件预处理的工作 先在盆里导入磁力针 然后加一勺磁力泡光膏 然后把要抛的零件扔进去 放到机器上订好时间开始抛就可以了 抛好之后就可以把零件捡出来了 抛的过程中会产生一些水汽 所以磁力针会粘在零件上面 这里就要把磁力针都给去掉 反正磁力泡光机就是一个泡光半小时 捡零件一小时的东西 泡完光的零件就是全身都油光增亮的这么一个状态 但零件上本来的分膜线这些不会被削掉 所以这并不能代替打磨修建的工作 不过泡完光之后零件表面的瑕疵就会更显眼 所以我是在修建前来这么一道就当做表面检查 甲组后轮悬挂 这里打磨修建都是一些重复的工作就不详细展开了 F1的真车其实车壳都是挺薄的 所以我用球头洗刀把前后进气道的这个位置给掏空了 这里要注意把电磨机的转速稍微调慢一点 不然这里外壳一旦掏穿了就很难补救了 最后用电磨头稍微打磨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这里能力有限没有办法把整个进气道都掏穿 只能往里面挖一截一丝一丝 前面的进气道也用相同的方式处理 这样处理完之后整体的机密感会好一些 最后再把底盘上跟地台固定用的螺丝孔钻出来 这样整个修建的环节就基本完成了 把零件清洗晾干 接下来就可以进入上色的环节了 我先用降雨的多用途底漆喷涂了一层 然后再喷涂补涂和面漆 这样就能保证金属键漆面的附着力了 我找了一些侦测的图片 发现底盘上有一些位置是碳纤维的 但套件里面并没有给对应位置的碳纤维水贴 所以这里要自行裁切通用水贴来还原 先用遮盖胶带贴在零件上 然后画出对应的水贴的形状 把遮盖胶带按照画出来的形状才切好 然后贴到通用水贴上 裁出对应形状的碳纤维水贴 接下来就是把水贴贴到对应的位置上 这里没啥好说的 就是注意刷软化剂 然后保证水贴的贴合 靠车头的底盘部分形状相对复杂一些 这里是把遮盖胶带贴上去之后 然后用铅笔沿着边描出这里的轮廓 描完轮廓之后用笔刀把对应的形状给切出来 然后贴到原零件上看一下误差 接着裁切出对应形状的水贴 然后贴到零件上就可以了 底盘的部分是消光的质感 所以在贴完水贴之后统一喷涂了一层 驾驶座的部分也进行了贴碳消光的操作 套件里原配的安全带是一体化的石刻片 上面的很多结构看起来是比较抽象的 所以我这里使用另外买的安全带扣的石刻片 来重做安全带的这一部分 基本的做法就是把安全带穿过安全带扣 然后把两边对折贴紧 两条肩带的部分稍微复杂一点 它是上下两段组成的 所以这里也分成两段去编出来 这样子就编好了下半段 接下来用安全带穿过锁扣的上半部分做出上半部分的肩带 重做的安全带比起石刻片来说细节还是丰富了很多的 其中一侧的腰带连接的是六点式安全带的中心锁 这样总共六条安全带就做好了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安全带分别粘到座椅上面去了 安全带装好之后整个座椅的细节就丰富了很多 你见过嘎嘣彻的水贴吗 他没有这次算是让我见识到了 从贴着第一枚水贴开始 我就感觉自己做了一场噩梦 在刷了栏盖软化剂之后还能这么碎的水贴 我真是第一次见 而且我在找参考图片的过程中还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车头这块的图案长组成品和套件是不一样的 套件里面给的水贴那圈黄边明显小了一圈 而真车车头的图案其实是成品那一款 也就是说TMK406这个套件 它的水贴样式其实是有错误的 但好在这个不是没有解决办法 我后来找资料的时候发现TMK412阿布扎比站的水贴 样式是正确的 所以我就想办法买到了一份TMK412的水贴 这个水贴本身是很硬很脆的 为了最大程度提升它的贴合度 我就事先把多余的飞边都裁掉了 为了让水贴更柔软 这次我泡的是50多度的热水 不过事实证明这么做收效甚微 用热水泡只是让它更容易从底纸上取下来而已 并没有提升水贴软化剂的效能 所以我先大概确定好水贴的位置之后 记出了终极杀器吹风机 在电吹风的高温烘烤之下 这个水贴才终于软化可以处理了 吹风机和软化剂轮番上阵 终于还是把这个水贴贴出了及格的效果 这次还有许多这种跨了刻线的图案 需要额外的处理一下 先用笔刀沿着刻线把水贴切开 然后用面向笔沾上水贴软化剂 把水贴往刻线里抹 再配上吹风机大法 反复几次中间的刻线就重见天日了 顶上这一块黄色的部分贴起来是最折磨的 这个部分是需要左右两半水贴平起来对齐的 而且这个地方造型很复杂 要让水贴完全贴合需要付出加倍的精力 我最后也没能把两半水贴无缝平起来 所以只能调了这部分的黄色 通过笔图补色的方式把中间的缝给补起来 接下来又到了喜闻乐见的安极光油环节 把光油固化剂吸湿剂按2比1比1的比例配起来 然后把气泵的气压开到五个单位开喷 这里不要对着一个地方喷太久 就一遍遍的扫 因为安极光油本身是比较稠的 所以一开始扫第一两遍的时候表面会比较粗糙 但没有关系 多扫几遍漆面积累了一定厚度之后 它就会变得水润了 喷完后等一晚上就可以硬化到可以打磨的程度 现在这个漆面乍一看是非常光滑水润的 但其实是需要进一步的打磨抛光的 在一道直光的照射下就能看出光油表面的一些起伏 用1500号的砂纸通缉打磨一遍 把这些漆面都给打磨平整 左半边是已经打磨完成的样子 接下来用电膜开始抛光 挤一滴电动抛光膏到零件上 然后用羊毛头抹匀开始抛 很快光泽就出来了 非常舒服 最后多角度展示一下抛光完的成品 太丝滑了 前B1每个部件分别涂装和水贴完成之后开始组装 前B1的组件较多 安装起来也比较复杂 对组合度的要求比较高 提前上光油的话呢 容易因为光油的厚度给组合度带来一些问题 所以我是选择了先组合完成之后 然后再统一一起上光油 考证真车的时候发现锋刃的位置都是碳纹的 但原套件并没有给对应位置的水贴 所以这个部分就只能自己裁碳纤维水贴 然后一个个贴上去了 这个位置造型也比较复杂 然后零件也比较薄 所以贴的时候还是费了很大的功夫的 但贴好之后效果还是可以的 把贴了碳的缝纫也装到前B1上面去 这个部件贴的时候尤其麻烦 简直令人怀疑人生 最后上完光油看一下整体的效果 整个的锐利度还是很不错的 缝纫的部分仔细看是可以看到碳纤维的纹路的 而且即使在多层的涂料水贴和光油的影响下 也还是显得非常的薄 个人对这个最终做出来效果还是很满意的 整车的座舱前面是有一片很小的挡风玻璃的 套件里没有做出这个结构 所以我自己裁了一片透明PET胶片来贴上 来还原这一部分的构造 另外还有一些考证到是碳纤维的部分 也得自行裁切碳纤维贴纸来贴上 悬挂部分的碳纤维贴纸只给了上半部分的 所以得自行裁切复制一份来贴下半部分 主要部件处理好之后就可以开始组装了 车尾灯的部分涂上UV胶来还原这一部分的亮面 底盘和车体是用螺丝固定的 不需要用胶水粘 所以这一块的操作风险降低了很多 尾部的排气管悬挂这些位置都是先贴碳 然后消光之后再进行组装的 前后悬挂的结构都比较复杂 所以在一些不受力的位置 我就用了软性胶水来进行粘合 来方便调整它的位置 车身侧面有几片亮光的翼子板 单独涂装安装上去 或视镜的部分自行裁切镜面贴纸贴上去 真车的进气道边上是有一枚断电插销的 这里我用传模的沿道固定环石刻片裁切了一下来还原这个东西 尾翼的部分先组装好 然后再整体喷涂光油 轮毂的部分把重心锁的石刻片换成了 精度稍微高一点的钢魂的石刻片 钻孔然后加装了气嘴的构造 轮子做好之后可以直接装到车上去 给底座开孔 然后用螺丝把车固定在底座上 装上车顶的摄像头 贴上名牌 尾翼上的这一片石刻片又被地板小精灵给吃掉了 所以只能用胶板和铜皮重新做一个出来 最后裁一段针九针来做车头的天线 这样呢这台莲花一二十就正式完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